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不错 那么今天我讲讲巴基斯坦人对波兰人的感情 这一段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巴基斯坦的好朋友也不多 大家给算一算 那中国算一个还有哪些呢 我给大家盘点一下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 能够听到的巴基斯坦的好朋友有哪几个 比如说土耳其呀 沙特阿拉伯酋长国里面的那些小国呀 美国呀 估计这些国家大家都知道 但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波兰 波兰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建立时间比我们更早 更铁 没想到吧 巴基斯坦人称波兰人为好朋友和老盟友 每当有人提到波兰的时候 他们会立即说出很多关于波兰的事 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就去各大各大的网站去查 你就查不到 一些东西只有在巴基斯坦的历史博物馆里 才能够去获取到 这也是我之前推荐大家到一个地方除了做基本的攻略以外 还要去参观博物馆的原因 我的梦想是去参观大英博物馆 据说那里面有我们国家的很多文物 只能在网上看图片和了解历史 看不到实物 我始终觉得遗憾 回到正题吧 为什么巴基斯坦会和波兰关系那么好 不仅不是邻国 而且在信仰方面 各方面都联系不到一起 波兰在欧洲也不是特别富裕 只能说还行 也给不了巴基斯坦援助 这得从很遥远的1947年开始说起 看看1947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7年印巴分治开始 那时候巴基斯坦非常贫穷 就是政府的官员工资都发不出 就在这种情况下 巴基斯坦还收容了大量波兰的难民 这些人大多是住在卡拉奇 还有一些人住在拉荷尔 还有巴卡尔 这些波兰人虽然是难民 但是他们全心全意的 为新国家巴基斯坦服务 成了无薪工作的教官 没有工资的 那这些人呢有老师 有社会公共系统里工作的 那时候的巴基斯坦一穷二白 社会治安很不稳定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 时不时的来一家 流民到处都是 以前我也说过 这个流民多了 社会治安事件就特别多 有不少的波兰教官 因此付出了生命 那么波兰人在具体在巴基斯坦的哪些领域给了巴基斯坦人帮助呢 每个领域都有 我拿一些典型给大家看啊 波兰人在巴基斯坦空军 担任工程师 手把手教他们空军工程师技能 甚至还有空军大将是波兰裔的 还有飞行员 军事科学家 我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吧 说了半天啊 没有这个依据也不行 巴基斯坦空军里 波兰人的合影 这些照片你在巴基斯坦博物馆里 可都可以看到 波兰里的难民营 包括难民营里还接受巴基斯坦的难民 后来成为巴基斯坦难民的波兰人 巴基斯坦的华翔应用数学和粒子物理讲师 他就是来自波兰的后裔 在卡拉奇空军基地 你进门就可以看到 波兰裔的巴基斯坦空军准将 瓦迪斯瓦夫 他的雕像 巴基斯坦人对波兰的看法是积极的 这里的传奇故事就很多很多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怎么样 又长知识了吗 每天分享一点社会百科 你还想知道什么呢 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您的点赞与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